大家好,我是博博爸爸 今天想帶大家由香港會議戰艦中心去找直通車搭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離開香港會議戰艦中心的電梯 我們走下來後就繼續向前走 前面有個廁所和餐廳 然後繼續向前走 去到前面我們會發現有一間七十一 這間七十一我們就會向左轉 進入香港萬里海景酒店的範圍 然後我們繼續向前走 有個路牌,一邊是會展站,一邊是關仔站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轉左或者轉右 我就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轉左的話 我們就可以乘搭港鐵 去到羅湖或者洛馬州 就可以去到深圳 很方便 我們回到我們的行程 我們應該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轉右 向灣仔站的方向出發 來到這個位置我們轉右 然後前面就是中環廣廠 在中環廣廠這個位置 我們才過個路 但是讓我們走到前面 我們會再轉右 一直走一直走 我們很快就會進入入境事務大樓 然後我們會再轉左 這裡我們看到路牌 會指著灣仔站的方向 我們會進入行人天橋 一直走一直走 我們會一直走到盡頭 走到軒尼斯道橋面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遠望已經可以看到中旅巴士的位置 到底我們怎樣下去呢? 是不是就在橋面跳下去呢? 來到這個位置我們轉右 這裡其實就會有一個電梯可以搭下去 我們搭下一層 去到G的軒尼斯道那裡 出去就可以了 或者我們可以繼續向前走 走樓梯下去 落到地面之後 我們向右轉180度 然後呢 繼續向前走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剛才如果我們是搭電梯的話 落到來呢 就從這個位置出來 然後呢 繞個圈呢 這樣呢 就會來到我們走下來這個位置 可以繼續向前走 走到灣仔電腦城的正門 我們呢 就轉左 去回這個軒尼斯道 在軒尼斯道這裡呢 我們直走呢 走幾步 很快就會去到這個中旅巴士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乘搭這個中旅巴士 回到國內 那麼目的地和班次那些太多了 大家可以上去微信公眾號看看 我這裡呢 也都會有一些灣仔上車 可以去到的目的地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可以給個like 如果呢 你們有什麼意見呢 可以留言給我們的 還可以 還要按這個小鈴鐺啊 那還有 最重要就是 訂閱我們的頻道